www 哈嘍大家好我是果精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春之奇奇者這個活動哦 然後我們來進行活動的講解 那首先這活動的第一步就是要消耗三百個葉子喔 那消耗三百個葉子這個任務就是 這一次活動的任務哦 那可以獲得這個 營地的移動選擇哦 然後任務的目標是要消耗300個葉子 消耗300個葉子很簡單啦 你只要來這個夢望之島掛了一個小時 就可以完成300個葉子的消耗 那如果你的 你掛了一個小時還沒有達到300個葉子 那你就可以來打這個試煉副粉的部分 那試煉副粉因為他 進入都是需要消耗葉子 那這個消耗葉子也是有算到 300個葉子裡面的額度裡面啦 所以如果你葉子不夠 你可以來這邊補一下喔 可以讓他補到300 像一開始的6個副粉都是每一個都是10葉 然後七字等之後新增的3個副粉是每一個20葉 全部打一輪大概就可以消耗掉120個葉子 那如果你還沒有七字等你就打一輪消耗60個 也是OK啦 拿到這個捲頭之後你就可以進去這個 活動地圖裡面打 進來之後會有這個漫波兔 漫波兔就是我們這一次的第1個BOSS 那打贏漫波兔之後都會 從3隻BOSS裡面隨機出來 一隻喔 有這個黑騎士啊還有黑騎士隊長 跟指援騎士 這3隻BOSS隨機出來一隻 那除了3隻BOSS給的龍之鑽石箱數量不同之外啊 BOSS的強度也會有所不同喔 像是 黑騎士是最爛的啦 然後接下來是黑騎士隊長 那黑騎士隊長就會對我們放充暈 還有烏水 然後他自己本身也會放這個反擊屏障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死亡騎士的一個關卡看會是怎樣喔 那死亡騎士會對我們玩家會不斷的充暈喔 然後會放這個 死戰的這個 武器的技能喔 紫色的烈焰術喔 然後還有這個 地獄 還有這個閃電的衝擊喔 遠距離然後放我們閃電喔 所以他的 技能看起來就是很高級的一些高階技能喔 那基本上他的攻擊力還是很高喔 你看打我這隻騎士喔也是會扣血的 所以如果你的 防禦力比較低喔你可能會大量的扣血喔 所以如果你的角色 喝水喝不回來 你可能要跑一下然後 把你的血補回來喔然後再繼續打喔 這樣可能會比較輕鬆喔 不然你直接貼上去跟他硬幹 可能會被他打死喔 這邊可能玩家要注意一點喔 這一次沒有噴這個手機道具啊 只有噴 預設的獅子道具 像是龍之鑽石槍 還有龍之珍珠 喔 戰鬥卷 跟 變身卷喔 那基本上這次活動對於一般玩家有70等以上的角色應該都蠻簡單的啦 那如果你的角色差不多在60等的時候 你打一騎士隊長跟這個使玩騎士的時候你就要注意一點喔 因為 他們的攻擊力不算很低喔 不是 AUTO就這裡過了 有可能你AUTO然後會被打死 所以這一點的要請 各位玩家注意一下 好那我們的 介紹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 掰掰 請坐下